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整个社会现在其实处于大欲治水的前期 我们的财富的横流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历朝历代 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来管理这份财富 从财富的积累到财富的传承 如何由富一代向富有的善二代善百代延续 当我们财富量充分涌现的时候 拥有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更高的志向 将我们的家族传承 将中国文明的提升与转型 将现在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真耀在中国家族财富传承峰会上 为您解读管理财富 传承财富以及财富与慈善的关系 改革开放三十年 中国经济已然崛起 财富愈加庞大 当代中国三十余年的经济发展史 亦是一部中国家族财富积居史 中国经济正在迎来拐点与转型 企业家族的财富如何与经济发展趋势相得一张 历经三十余年的财富求索 第一代企业家已经陆续达至人生巅峰 第二代第三代企业家陆续崛起 中国的财富家族正在迎来企业接班 家族传承高潮 已在经受着由此带来的困扰与忧虑 企业家如何传承家族的财富价值观 我们又该如何适应从创造财富 拥有财富到管理财富的变化 本期主讲人王真耀 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民政部慈善司前司长 1997年至2008年 先后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司长 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四个月 从救灾救济司司长调任新组建的社会福利 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在救灾救济司任上 他推动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和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行政体系 于2010年6月辞职 在李连杰的游说下 出任北师大义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我觉得中国其实历史 特别是管理财富的历史 也许有今天可能开始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可能会接受到相当初级的一种处理财富的方式 因此迈开一个非常别开生面的中华民族 我们传承财富的这样一个时代 那我今天谈几个我的观点 我认为整个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善经济时代 在这个时代 其实家族的财富传承 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现在都在骄傲中国的经济发展 我们中国的GDP过了57万亿 我们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过到了6800美元 大家知道中国财富历史上 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期 但是如果你看一下世界 世界到了2012年 全球的GDP已经超过了72万亿 那我们的地球的人口 也就是70来亿 在人类的历史上 2012年是一个大的转折点 因为整个地球 人均GDP超过了1万美元 按照世界银行的观点 当一个国家 卖过人均GDP1万美元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发达国家 那个门槛就近了 现在 当着全人类的财富量 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人类的历史 已经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 那这个转折 我觉得看得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一看 现在我们的话语体系 我们的媒体 包括我们的情绪 都在发生变化 我们看到企业社会责任 已经成为全球企业的共识 环境保护 已经成为几乎所有人的 普遍的价值 中国人在过去30年 度过从无到有的财富 初级阶段之后 管理财富已经成为 无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最近的买黄金大妈 过去10年的炒房团 已经让我们看到了 活跃在理财市场上 中国人的身影 当我们的人均GDP 超过6000美元以后 中国进入了人人理财时代 处在这样一个时代下 该如何传承 延续和管理财富 我觉得从政府的角度 其实我在政府工作很多年 我可能有大量的时间 我担任公职时间 是处理贫困问题 低保救灾 儿童养老 我心里很清楚 我们整个社会 现在其实处于 大欲治水的前期 我们的财富的横流 已经远远超过了 我们历朝历代 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 来管理这份财富 当我在推动很多贫困项目的时候 我们的整个社会 相当不理解 大家知道我在政府里面 就非常公开的评论 我们的社会 怎么那么不理解 我们不愿意给孩子 不愿意给老年人 给穷人的时候 还是舍不得 其实也不愿意给公务员自己 大家知道财富在那里做什么 造成了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 有多少极型的 这样一些财富处理现象 我相信大家会想得通的 我们的财富 安排处置的道 不太通 需要有大欲治水的智慧 来安排 如何使用这些财富 但同时 对个人来说 财富传承 也是相当紧迫 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个人 不能很好地处理财富 如果陷入到 原来的节奏 我觉得 我们的社会 会有相当大的悲剧 在等待着大家 中国家族企业主 多为五年后 六年后 中国富裕家族 仍多为第一代掌控 还处于富裕家族的 1.0时代 当一代掌门人进入花甲 家族财富的管理 与传承问题便破面而来 如何管理和安排财富 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 一个最大的挑战 我是在历史上 不乏这样的现象 中国过去的传承 中国各个家族的传承 包括国际社会 其实大家知道 当财富充分拥流之后 美国社会 确实有相当成功的经验 一方面 他们发动进步运动 大家知道 在美国工业革命完成之后 也是一方面腐败 一方面污染 大家千万不要认为 多党制以后 什么都好像都不会有了 腐败不会有了 有 那个时候照样 但是美国社会 掀起了两场 可以说创造 现代文明的运动 一方面是进步运动 政治上进行推进 很多改进 包括向中国学习 科举制度建立公务员制度 那另一方面 慈善家起来了 他们大量的在建立 学校 大学 医院 公园 图书馆 大家想一想 现在的人类文明 几乎有一大半 是那个时代 慈善家来创造的 他们不仅完成了财富 这样向文明提升的转型 而且让自己的家族 得以传承夺代 美孚石油公司创办人 洛格菲勒 是美国历史上 最富有的人 也是世界公认的石油大王 洛格菲勒 是现代商业史上 最富争议的人类之一 一方面 他创建的标准石油公司 在颠峰时期 曾垄断全美 80%的炼油工业 和90%的油管生意 另一方面 洛格菲勒 主性基督教 以他名字命名的基金会 秉承在全世界 造福人类的宗旨 捐款总额高达5亿美元 如此空前绝后的财富 历经几代人 不但没有引发任何 争产风波 更打破 富不过三代的美洲 好门究竟该如何 维系家族财富 此善家族传承 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 到来的时候 我们应该思考 我们的财富传承 应该思考 我们的生活方式 但是我们找没找到 将财富的提升 文明的提升 和家族的传承 结合起来 这个时代 需不需要新的大学 需不需要一百多年前 那样一个那样一类的医院 那样一类的医院 需不需要图书馆 我觉得不是简单的类比 其实是一种需要 当慈善和进步运动 发展的如火如荼的时候 一次世界大战起来了 当然有美国慈善家 和政治家的推动 提出了建立国联 大家知道 那是联合国的前身 他们想到了很多大的设计 而到了二战结束以后 罗格菲勒家族 推动了联合国 安身在纽约 我现在要问的是 我们中国慈善家 当我们财富量充分 拥现的时候 拥有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更高的志向 将我们的家族传承 将中国文明的提升与转型 将现在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 结合起来 能不能学习 罗格菲勒家族的精神 创造 类联合国的项目 如果说联合国 是United Nation 我们能不能想一想 我们将来也可以创造 United Philanthropites 他们在纽约 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北京 在上海 怀着在西安 怀着在各种各样的慈善家 有想象力的城市 我觉得这个时代 需要慈善家的回答 历史在期待我们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